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爸以前对后妈确实挺好的 在她还没接触赌食的时候 现在好了 我又没妈了 后妈走的那天 我蹲在门口叹气 她什么东西都没带走 只背着她的小皮包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那种贵夫人的气质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 我垂头丧气地和她打招呼 拜拜 妈 后妈利落地把墨迹摘下 拜什么拜 你不跟我走 我愣住了 我也要跟你走 后妈踢了我一脚 顺手把垃圾也提出去了 她奶奶的 这屋里就你最值钱 我不带你带谁 东西不要了 赶紧走 别废话 我心花怒放 连忙挽着她的手 高高兴兴地走了 转大了 亲爹和后妈离婚 后妈把我带走了 后妈把我带到水岸江南 全城最大的别墅群 我拉拉她的衣角 妈呀 咱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你别看了 后妈哼了一声 这是我家 这栋别墅是我后妈的家 很快我就知道了 不止这栋别墅 整片别墅群都是她家 刚走到门口 一个穿着制服的老头发现了我们 立即大喊 小姐回来了 一群保镖齐齐跑过来 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旁 齐声说 欢迎小姐回家 欢迎小小姐回家 小小姐是什么鬼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一个拄着拐杖的人从远处走来 上下打量我 我被吓了一大跳 越看这人越眼熟 终于我想起来了 这不是经常出现在财经频道的全城首富 郑燕南企业家吗 老头子看着我冷哼一声 过来 后妈使劲推了我一把 叫你呢 我胆战心惊地走到她面前 实在想不出叫什么 半晌憋出去 爷爷 没想到老头子突然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你这女儿有眼力 我就喜欢这样的 乖孙儿 多叫几声 爷爷给你买大飞机 这下我听懂了 郑燕南是我后妈的爹 我靠 我变成全城首富的孙女了 我两眼发光 使出全身力气大喊 爷爷 爷爷 那姿势就和葫芦娃喊爷爷没区别 老头子乐得合不拢嘴 露着我的肩膀往屋里走 哦哦哦 好好 爷爷给你买大飞机 我以为老头子逗我玩的 没想到第二天 我真的在草坪上看见一辆巨大的飞机 粉红的飞机 我目光呆滞 看着飞机上走下来一个人 年轻高大的男生 生得一双桃花眼 含情钩子似的看向我 你就是默默 我点点头 男生的嘴角让开一丝笑意 伸出手摸摸我的头 你好啊 我素未相识的妹妹 我万万没想到 后妈竟然还有一个儿子 而且比我大 清俊帅气的男生叫谢倦义 后妈姓清 他姓谢 那就是说 后妈和我爸也是二婚 他和他前夫也有一个孩子 我瞬间产生了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就连谢倦义一脸关切地问我怎么了 我也说不出话来 我真的很喜欢后妈 后妈很漂亮 我爸刚把他领回家的时候 我一度认为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他才四十多岁 那时候我爸还有钱 后妈的梳妆台上经常摆放着名贵的护肤品 化妆品 后妈的脸嫩得和娇花似的 说他二十岁也有人信 我亲妈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这会儿来了个大美女 愿意和我们组成一家人 我巴不得我爸快点把他娶回家 他俩领证的时候 后妈也亲口告诉我 以后会把我当亲生女儿 也只会有我一个孩子 可现在后妈凭空多出来一个比我还大的儿子 我的心搁灯一下就凉了 怎么了 谢俊逸 你欺负妹妹了 后妈从楼上走下来 见我脸色不好 连忙把我拉到她身边去 谢俊逸一脸无辜 没有啊 爷爷说把飞机给妹妹看看 我这不开过来了 哦 看飞机 来宝贝 咱们体验一下你的新飞机 后妈兴冲冲地拉着我去坐飞机 坐上了大飞机 我还是有点不高兴 后妈摸了摸我的额头 担心地问 怎么了闺女 不喜欢吗 怎么不高兴 我哼哼唧唧地说 没有 你骗我 后妈有点意外 我骗你什么了 我 你不是说只会有我一个女儿吗 后妈愣了一下 然后大吼一声 谢俊逸 你跟你妹妹胡说八道了什么 谢俊逸更是无奈 一双好看的大眼睛眨巴着 没有 咦 我什么都没说 咦 我惊呼一声 后妈 对呀 她是我姐的孩子 你应该叫她表哥才对 不过叫哥哥也行 搞了半天 谢俊逸不是后妈的儿子 是她姐姐的儿子 我 我还以为她是你儿子呢 后妈轻拍了一下我的脑袋 养你一个猪就够我费心了 这下我高兴了 舒舒服服地躺在座椅上 享受我的大飞机 以前常听别人说 人一旦有钱了 就会得意忘形 我不仅得意忘形 我还傲逆得志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后妈有钱 我爷爷有钱 四舍五入 我也有钱 爷爷送了张卡给我 她没说里面有多少钱 只说是我的零花钱 后妈要去和她的小姐妹 喝下午茶了 看了一眼匆匆地说 你也给你就收着 没钱了再跟我要 对了 车库有很多车 你不想让司机送你出去 你就随便挑一辆开 后妈说完就走了 而我把腿就往车库跑 各种型号的车 看得我眼花缭乱 跑车 SUV 赛车 虽然我对车一窍不通 但我还是能看出 这些车的共同特点 一个字 贵 所以我随意挑了一辆 特别小巧Q版的车 因为它的外观看起来 就像一个灰色的蛋壳 看起来就很可爱 就你了 一路上我的车收到很多目光 道路两旁的车 都在暗戳戳地给我让道 以至于我得意忘形 一头撞上了 SKT地盘上的一辆车 我呲牙咧嘴地从车里走下来 被撞的车主推开车门就开始骂 哪个不长眼睛地撞我 我这车你赔得起吗 待他看清楚我的车后 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 剁 剁椒鱼头 我的车原来叫剁椒鱼头吗 好奇怪的名字 我抱歉地说 不好意思 撞到您的车了 走保险还是私了都可以 多少钱我都赔您 赔 你赔得起吗 知道我开的是什么车吗 你开个剁椒鱼头来逛 SKP 简直 他想了半天 都想不出一个形容词 这样的脸都红了 我好心提醒他 愚蠢 他 对 愚蠢至极 我又说 糊涂 他 糊涂至极 我笨蛋 他 笨蛋至 喂 高高大大的男生 气急败坏地跳脚 你干嘛绕我 因为你看起来 好像是有钱的笨蛋帅哥 我想了想 一脸诚恳 我先打个电话 笨蛋帅哥瞬间警惕 防备地看着我 干嘛 要喊人呢 我告诉你 喊人没有用啊 我知道没有用 但是 我有超能力 我先给后妈打了个电话 告诉她 我出车祸了 她那面传来的声音很模糊 听起来有隐隐约约的哗啦哗啦声 他们贵夫人喝下午茶 还有娱乐活动 听到我出了车祸 她的声音瞬间大了一百倍 车祸 你在哪 你受伤没 严不严重 我连忙说 我没事 车有事 后妈 你把车撞坏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 我把别人的车撞坏了 车头前面的小玩具都撞坏了 你等等 我拍个视频给你看 我对着笨蛋帅哥的车 就是一顿咔咔拍 后妈看完 给我发了俩字 牛逼 你在那么多车里 选择了一辆最贵的跑车 什么小玩具 那是人家劳斯莱斯的小金人 劳斯莱斯 这么骚包 这么丑的车 是劳斯莱斯 我腿一软 回他 你把我卖了换钱 我能赔得起吗 后妈不知道在干什么 好一阵没回我 那帅哥像幽魂一样 一直盯着我 我又实在忍不了 主动向他要了张名片 张志慧 听起来像是个好聪明的名字 就是人不太聪明 张志慧一屁股原地坐下 仰头对我说 你把家人叫过来 一起商量 怎么赔也行 反正我要个说法 我只好尴尬一笑 赔赔赔肯定赔 在我想要用屁股坐穿整个地球时 后妈终于回我了 我让你哥来了 然后那个男人就如同天神一般 从远处降临 黑白的机车 划过一道利落光亮的尾翼 他戴着的头盔帅气一摘 没摘下来 即使没看见他的脸 我也知道谢眷义肯定尴尬到爆炸 反正我替他已经脚趾抠地了 下一秒他就摘了头盔 若无其事地说 来晚了 不好意思 没 我还没说完 坐在一旁的张志慧搜得一下窜下来 抢着说 没事没事 一点都不迟 哥你别站那儿 多晒啊 你来我这儿站 这儿凉快 这人的变脸速度之快 我叹为观止 我忍不住对他两句 喂 你刚刚可不是这样对我的 他又变脸了 那又怎样 你看看你哥 一表人才 一看就是讲究人 你看看你哥穿的 比你穿的贵多了 你再看看你哥的车 哥我能摸摸你的车吗 我就摸一下 他还伸出手比了个小小的衣 谢倦一大手一挥 摸吧 张志慧两眼放光 当即扑了上去 哇 这圆滑的整流盖 钛合金阀门 啊 他沉醉地深吸一口气 自由的味道 SKPD盘上 Gucci的门口 两个人开始热烈地讨论起 川崎26号 还是亚马哈暴龙号 我实在不想打断他们两个 但是我的余光里 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了 红蓝交闪的灯光 喂 喂 张志慧回头瞪我一眼 干嘛 我 我也不想打断你们 但是我 好像看到了警车 张志慧无所谓 他说来就来呗 正好还可以处理我们的车 我 你说的有道理 但我想说的是 我没成年 回家的路上 谢倦义一边开车 一边骂我 我的脸被风撕扯 扯着嗓子跟他对吼 我成年了 身份证上还差一个月成年而已 他怒气冲冲 没成年 你开什么车 你找死啊 可是人家明明成年了吗 其实 我身份证这件事 还是要怪我爸 当年他为了躲查户口的 硬是让我当了一年黑户 我四年级的时候 连跳两级 我爸还大肆宣扬 我是神童 其实我只比同班同学小一岁 他还借这事办了个神童宴 收了亲戚朋友几万块钱 那几万块我一分都没捞着 也不知道他拿去干什么了 回到家我就被后妈和谢眷义轮番轰炸 后妈骂我 要不是我在搓麻将 我就直接来找你了 你爸还让你去学车 没成年学个屁 我大惊失色 下午你再搓麻将 谢眷义补充道 对啊 小姨不仅爱搓麻将 还爱喝酒打牌蹦迪 我不听我不听 我一直以为后妈走的是 温柔体贴的人妻风 没想到竟然是狂野女孩风 我问她 那为什么以前没看见你打麻将 后妈小声说 其实我是趁你上学的时候打的 我的心碎了一地 仙女滤镜破了 后妈揪着我耳朵 以后出门让司机送你 或者让哥哥送你 听到没 我沮丧地说 知道了 正难受时 一声钟气十足的呼喊 瞬间传遍客厅 乖孙儿 老头子拄着拐杖走过来 越走越快 走到我面前时 手里的拐杖 已经被她丢出去了 我目瞪口呆 不是 黄梨木相遇的拐杖 就这么丢出去了 她上下巡视我 满脸心疼 安忧我的乖孙儿 哎 有没有受伤啊 我艰难开口 爷爷 我没事 我把别人车撞坏了 拦博基尼 赔 赔得起 老头子像一只 护载的母鸡一样激动 成年之前不能学别人开车 多危险啊 在爷爷的威压之下 我只好重重地点点头 然后问出了我从刚才就一直很疑惑的问题 爷爷 你不是腿脚不好吗 怎么现在 不足拐杖了 老头子 黑黑两声 我装得 腿没事 这形式作风 果然和后妈是一家人 第二天 我还没睡醒 谢倦逸就把我拉到商场门口了 我睡眼惺忪 哥 你干嘛 谢倦逸搂着我的肩膀 走进一家店 你都回来半个月了 哥哥还没送你点像样的东西 这个好看 试试 他手里这款衣服 即使我不关注奢侈品 也知道这个牌子不是一般的贵 从十一间里出来 我怕导购听见 负在他耳边小声地说 哥 算了吧 这个好贵啊 谢倦逸也小声地回我 没事 哥有的是钱 我瞬间像是打满了鸡血一样 开启疯狂购物模式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差不多把店里所有的衣服 都试过了 对着镜子 我越看越好看 越看越喜欢 果然有钱人穿的衣服 都那么精致 谢倦逸没有丝毫不耐烦 还帮我搭配对应的饰品 以前我爸从来不陪我买衣服 我忽然生出一股莫名的酸色感 冲上去抱住他说 谢谢哥哥 谢倦逸的手不知道往哪放 最后放在我头上轻轻地拍了两下 他的耳朵都红了 咳嗽了一声 谢什么 都是一家人 但是我好像听见他的心脏在砰砰跳 他眼底的温柔还没来得及藏 我没有拆穿他 而是转身招呼倒垢结账 我不想告诉他 其实我的心也在砰砰直跳 这半个月来 谢倦逸一直在照顾我 我觉得他肯定是受了我后妈的嘱托 但是每当他对我关怀备致时 我又忍不住心动 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不好意思打扰了 你二位一共消费八百万零一毛 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 谢倦逸说刷卡吧 然后我就看着他找了十分钟的卡 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哥 你别告诉我你没带卡 谢倦逸着急地抹了一把头上 并不存在的汗 诚恳地告诉我 好像真的没带 谢倦逸 我真的想杀了你 关键时刻 还是得我后妈出场 一米七八自带强大气场的后妈 爽快递刷了卡 我和谢倦逸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跟在他身后 就像是女王带了俩仆从 后妈又戴上了她的墨镜 笑着 好了 你俩去玩吧 我回去搓 喝下午茶了 我心里吐槽她 她是又要去搓麻将吧 许木 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下一秒却僵直地站在原地 我爸 以一种极其阴沉的眼神看着我 我有半个多月没见过我爸了 后妈把我带回家后 一直没有提起过我爸 家里的每个人都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 以至于我真的以为我就是公主 可时间一到 我还是十二点的灰姑娘 是臭水沟的老鼠 我没意识到我在发抖 她就站在不远处瞪着我 我怀疑她手里藏着刀 下一秒就要砍向我 我对我爸的恐惧早已烙印在了最深处 没有人知道 我爸会家暴 从我记事开始 家里就只有她喝醉酒摔东西 和她咒骂的声音 很多时候我都会藏起来 如果不藏 下一个被伤害的就是我 她不给我交学费 也不给我生活费 于是我只好去求那些饭馆的老板让我打工 洗碗洗到手开裂 套着厚重的玩偶服在大街上发传单 后妈来我们家的那一年 她忽然变得像个正常人了 我的学费有了 生活费也有了 再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朝我挥拳头 她甚至嘱咐我 要对新妈妈好一点 我当然要对她好一点 如果不是后来 我爸又迷上了赌食 后妈怎么可能会走 忽然 我的手被后妈握住了 她站到我前面 用身躯挡着我 声音明显带着怒气 你怎么在这里 不是给你了两百万 让你以后别再见木木吗 后妈给了我爸两百万 我爸吊儿郎当地向前走了几步 阴险地笑着 你那点钱哪够我花 木木是我亲闺女 我带她回家 有什么问题吗 再说 法院传票都寄到我家里来了 我凭什么不能带她走 法院传票 我脑子嗡嗡的 完全不知道 他们二人在说什么 什么两百万 什么法院传票 他们俩这样 根本不像是旧日夫妻的模样 后妈双臂还胸 冷眼看着我爸 你有吵架的功夫 不如去找几个好律师 过几天就开庭了 木木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带走的 我爸吃笑一声 走着瞧吧 我的亲生女儿 就凭你也想带走 做梦 她从我身边走过 用只有我们这几个人 能听到的声音说 小贱人 跟你妈一个德行 沉默许久的谢俊逸 冲上来就是一拳 揪着我爸的衣领大声吼 滚 我到现在才知道 后妈并不是我后妈 她和我爸并没有离婚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结过婚 他们俩早就签了合同 大意就是 我爸要和后妈假装夫妻 后妈给我爸两百万 我颤抖着问 为什么要这样做 后妈叹了口气 从包里翻出一张照片 指着上面一个人说 认得她吗 她是你妈妈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妈妈在你很小的时候 就去世了 我一直以为她是自杀的 直到有一天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伤疤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腰上 被烟头烫伤留下的疤痕 你爸爸早就知道 我是你妈妈的好朋友 那天他来找我要钱 开口就是五十万 我怀疑他碰赌了 但是他死活不承认 我很担心你 所以和他签了那个合同 也方便我过来照顾你 后来他果然露线了 他在赌食 怪不得我爸突然变好了 怪不得他经常不在家 怪不得我总是觉得 后妈和我爸之间怪怪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交易 我爸哪有给后妈买什么护肤品 全都是演给我看的 他拿着那两百万 只给我留下了学费和生活费 一直都是后妈在养着我 他怜悯地摸着我的手 像是透过我看到了什么东西一样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你爸家暴 可是你妈妈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一直以为你们过得很好 他肯定不是自杀 你爸爸在骗人 我的心一下子掉到谷底 我妈妈他不是抑郁症去世的吗 后妈斩钉截铁地说 不是 后妈越说越激动 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他是被那个畜生害死的 肯定是 我已经抓到他的把柄了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他已经去世了 我不能让他再伤害你 你就是我的女儿 谁也不能抢走你 我紧紧地抱住了他 他的眼泪掉在我的衣领里 流到我的心上 我对妈妈并没有太深的印象 因为他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去世了 我爸不管我 在我饥寒交迫 吃不起饭的时候 也曾怨恨过他 为什么不多活一段时间陪着我 现在想来 他是在痛苦和怨恨中死去的吧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爸爸他 我打断了后妈的话 坚定地说 他不是我爸爸 再也不是了 开庭那天 我穿上了后妈 给我买的新衣服 像一个真正的公主一样 坐在旁观席位上 我爸那方死咬着 我是他亲生女儿不放 后妈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开庭到一半 后妈忽然提交了关键性证据 一段我妈的录音 她打我 还要打木木 我恨她 我要带木木走 紧接着我爸的声音传来 你个臭娘们 又在嘀嘀咕咕什么 给我钱啊 快点 钱 啊 别打了 啊 录音一出 全场哗然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冲出了法庭 很小的时候 我就没有母亲了 我爸说 她是得了抑郁症去世的 从来没有人知道 阳光开朗的我有着一个多么不堪的家庭 我的身上满是被虐待的痕迹 我爸就是那个最大的恶人 是后妈突然出现 把我从火坑里拉出来 我贪恋她的温暖 所以在她要离开的时候 我便不顾一切地跟她走了 曲终唱罢 人群散去 我爸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扣押着上了警车 疯狂地朝我大喊 许牧我是你爸爸 许牧 许牧你个没良心的 你个 我的耳朵被谢倦义捂住了 她温柔地抵着我的额头 别听 带着香气的手 轻轻搭在我的左肩 紧接着另一双苍老的手 也搭在了我的右肩 我啜泣着喊 爷爷 老头子的眼里满是心疼 他爱怜地摸摸我的头 缓缓开口 我本来想过一段时间 在举办你的生日宴 现在看来不用等了 那一瞬间 我从她身上真正感受到 老姨被企业家的威严和魅力 她看着后妈 通知他们下去办 五天后 我要全程的人都知道 我家孙女成年了 后妈哑然失笑 您确定 老头子从笛枪里轻哼一声 有什么不确定的 我做出的决定 从来不反悔 以后许牧就是我唯一的孙女 任何人都别想替代 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郑雁南要给他家孙女办 成年里的事情 以飞速传播到全市生意人家中 一场盛大的宴会 也在悄然准备中 后妈因为我爸的事情 天天给我买买买 似乎是想把我十八年来 失去的爱全部补回来 谢娟义也怕我伤心 公司都不去了 天天陪着我 其实他们不用那么敏感 我确实伤心了一阵 可那也是为我妈妈感到不值 没有人会同情一个施暴者 即使那人是我的亲生父亲 他被警察带走的那天 我的苦难就已经结束了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独自去南山墓地看我妈 我把香水百合放在她墓前 伸出双臂吁吁 还住她的墓碑 妈 你会原谅我的 对吗 没有人回答我 只有风摇摇晃晃地 从我脸颊穿过 带走了我最后的泪水 于是我不再留念 转身向山下走去 可是耳边隐隐约约响起的 是谁曾经唱过的歌谣 我跟着哼哼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逗逗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这世界 我听见他说 宝贝 要幸福 收到高中同学信息的时候 我还在和谢眷义玩密室逃脱 我被拉进了一个叫 彻夜狂欢的群 刚进去就有人爱特我 许牧 得他来了 许牧明天同学聚会 你记得来哈 明天是高中同学聚会 可是这个群一看 就不是新建的呀 而且 这种命令的口气 让我很不爽 另一个人也爱特我 看起来好像是在为我着想 许牧不是家庭条件不好吗 没事 你人到了就行 大不了我给你付钱 哈哈 你哈个鬼 群里其他人没有说话 只有他俩一唱一和的 像眼双簧一样叽叽喳喳 这俩人 我可太有印象了 高中最瞧不起我的人 我冷着脸开始打字 什么时间 地点 立即有人回我 明晚八点 凯月 凯月 这名字怎么越听越耳熟 谢俊逸还在低头研究 开门的线索 我随口问他 哥 你知道凯月不 谢俊逸头也不抬 知道啊 我家的 天助我也 我蹲在地上 诚恳地紧握他的双手 好哥哥 明天就靠你了 晚上八点 司机把我送到凯月门口 门口的接带把我领到包间里 移进门 我便感受到无数人的目光投在了我身上 这是许木 他现在怎么这么好看了 不是吧 他穿的名牌 刚才谁给我说他家境不好的 我湿湿然坐到一处空位上 开始享用晚餐 饭饱喝足 身边突然传来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 哎呀 许木 你这是发达了 LV都穿上了 不过我好像没见过LV有出雕毛大衣 哎 哪里买的高仿啊 还挺好看的 给我们推荐推荐呗 我随意将雕毛大衣挂到靠椅上 一年不见了 江源源你还是这么爱要链接 没见过很正常 这是LV春季秀场款 国内官网还没发布呢 你再等几个月就好了 哦 对了 我这个是定制款 你要一样的话 应该买不到呢 江源源气得脸都红了 口不择言道 谁不知道你爸犯事了呀 装什么大款 真以为自己是公主啊 我还说是什么事呢 原来是我爸 我不慌不忙地站起来 淡定输出 咋了大姐 我一不考工二不考研 跟我有关系吗 我有Pelvin你有吗 我家有兰博基尼 你有吗 我家有矿你有吗 江源源不屑地弄弄嘴 还有矿 吹牛也要有个度吧 你咋不说你爸是郑雁男呢 我白手 那不行 乱备份了 郑雁男是我爷爷 江源源捧腹大笑 拍着手 你们听见了吗 他说他爷爷是郑雁男 我知道他们都在看我笑话 无所谓 爱信不信 反正等会儿有你们好看的 一双手弱弱地举了起来 说话的人是个女生 那个你是不是叫许牧 我确认自己没有见过他 那他应该就是谁带过来的女朋友 对啊 你认识我 他兴奋地小跑到我身边 惊叹有声 挖姐妹 我终于见到你了 听我爸他们说 你要办生日宴会 但是我们家没收到邀请 你可以请我去你家玩吗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直白的女生 心生好感 爽快地答应了 可以啊 你留个电话给我 到时候我接你进去 江源源又嘲讽起来了 你俩眼双黄呢 班长 你女朋友怎么回事啊 你不管管吗 果然班长皱着眉来拉她 傅心雨 你坐下 傅心雨正开她的手 两步走到江源源面前 趴的就是一个巴掌 刚才我就想说 你们这对狗男女 别当着我的面眉来眼去 姐又不是吃素的 容不下你们这两个人 风鹏 咱们分手 哇 精彩 我在心里拼命几副心雨鼓掌 面上却不动声色 我还有事 你们慢慢聊吧 慢着 江源源脸 都被傅心雨善种了 本来就不好看 这下更丑 也不知道 我到底招惹到她哪里了 都这个时候了 江源源还执意拦着我 你说 你爷爷是郑雁男 好 你那么有钱 去把我们这个包奸的账结了吧 我被气笑了 凭什么 她倒是理直气壮 你那么有钱 报销一下同学会的费用怎么了 说完 她还大声朝门外喊 服务员 结账 服务员小跑着过来对我说 您好 您这一桌 一共消费两万八千八 到底是在高端会所工作的 一眼就看出 我穿得最好 账单被递到我面前来 我刚要开口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这桌不用付了 江源源惊喜地叫出了声 谢哥 我抬眼一看 果然是谢倦义 怎么 江源源也认识谢俊义 谢倦义也很意外 望着她问 你是 江源源故作姿态地走到她旁边 扭捏的模样令人作呕 我妈妈是姜柯 你记得吗 谢倦义恍然大悟 哦 求我办事的那个 我差点没忍住笑 谢倦义的嘴巴 一如既往的毒 江源源的脸上 有一丝扭曲 很快又消失不见 反而笑得艳俗不堪 谢哥记得就好 对了 你是看到我在这里 所以给我们免单的吗 其实也不用这样 谢倦义立即打断 她的长天大论 那倒不是 我只是来接我妹妹回家 木木还不过来 我乖乖硬了声 哦 然后故意把江源源 从我哥身边挤开 勾着她的手 冲江源源微笑 账就不用结了 毕竟是自家产业 就当是请各位同学吃饭了 既然我哥来接我 那我就先走了 你们慢慢玩 记得要彻夜狂欢了 那次聚餐后 源源不断的人来加我 我索性换了个手机号 世界才终于清静下来 宴会办在一个庄园里 粉玫瑰铺满了整个会场 杨洁梗在其中稍作点缀 全家人盛装出席 后妈甚至飞到法国 去给我做了一身高定 不得不说 有钱人的世界 确实是你想象不到的 傅欣宇一家 本来没有在受邀名单上 听说了 我在同学聚餐上的事情 后妈连夜给傅欣宇一家 送去了请柬 她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你就应该交这样的朋友 敢爱敢恨 重点是敢反抗不公 以后有谁欺负你 你就拿钱砸他 反正咱们家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 一句话听得我热血澎湃 当即就挤付新宇和我自己 买了两个最新款的包包 全市的有钱人基本上都来了 我看到傅欣宇欢快地和我打招呼 张智慧竟然也在 她还不屑地冲我挪挪嘴 还有江源源 不知道她是被谁带进来的 一个劲地对着这些有钱人 阿谀奉承 可惜人家也看不上她 礼貌地点头后就离开了 只留下她一个人 尴尬地站在原地 对上我似笑非笑的眼神 江源源的脸上闪过一丝慌张 急匆匆地跑开了 我懒得和她计较 毕竟今天这个场面 不适合清理老鼠 就随她去吧 老头子领着我和她的老朋友们 打招呼 不得不说 能和老爷子交朋友的人 就是上道 二话不说 就往我身上套首饰 一圈下来 我的脖子都中了三斤 众人都笑呵呵的 似乎他们都是我的亲爷爷 门外不知道是谁在吵闹 声音尖利的那场都能听见 后妈给安保使了个眼色 只是还没等她处理 门外的人就一身狼狈地闯了进来 冲着我怒目而视 小兔崽子 你把你爸搞进监狱了 你还在这儿办什么宴会 你还不想办法救救你爸 我认出她了 我爸的姐姐 后妈看情况不对 皱着眉堤吼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人赶出去 我看谁敢碰我 许琴顺势往地上一躺 双臂一张 就赖着不走了 这些有钱人 哪里见过农村泼妇 纷纷远离她 倒是给她流出了一片不小的空间 许琴双手插腰 破口大骂 你现在发达了 不认你爸了 那我们呢 你有想过我们吗 你爸是我弟弟 你把他弄进监狱 让我没有亲人了 你怎么这么恶毒 这么狠心啊 她说着说着 还抹起了泪 我面色阴冷 反驳道 是她先伤害我妈妈的 她活该 你 许琴没想到我油盐不尽 便换了一种哀求的语气 算姑姑求你 放过你爸爸好不好 或者 你补偿我四百万 我可是失去了一个亲人呢 我就知道 和我爸一家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亲情 这种东西存在 到头来搞这一出闹剧 还不是为了钱 后妈定定地看着我 眼睛里似乎是在说 我刚才教你的 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极度的愤怒之后 我反倒冷静下来 看着周围宾客 看戏的嘴脸 爷爷和后妈考量的眼神 还有谢倦义眼底 明显地担心和鼓励 我不气返校 转身从我的房间拿出钱包 淡淡地笑着 你要钱 我多的是 随后 我抓一把钞票 往空中随意一扔 红色的钞票 便如同雪花一样飞舞 许琴心痛地大喊 别扔 别扔 我没理她 继续撒钞票 直到这片地上 都铺满了红色 我轻蔑地看着她 你要 就拿去吧 许琴被我刺激到了 不顾一切的大吼 你有再多钱都不是你的 你又不是他们的亲孙女 我们才是一家人 现在不是了 老头子戏看够了 拄着拐杖走到我身边 欣慰地拍拍我的肩膀 长大了 终于知道 拿钱砸人了 我奄然一笑 还不是跟您学的 后妈 也走上来握住我的手 带着轻快的语气说 昨天你爸 哦不 已经不是你爸了 她签了断绝妇女关系书 你和他们一家人 再也没有半点关联 许琴愣住了 不可能 你骗我 后妈没理她 也许是根本懒得理 老爷子咳嗽几声 清了清嗓子 郑重地举起了我的手 我在此宣布 正是集团 由我的孙女许牧接手 以后 她就是我的唯一继承人 这下不止全场宾客哗然 连我也愣住了 不可思议地问 爷爷 你在说什么 可是不仅老头子笑了 后妈和谢倦义都笑了 他们三个就像商量好了一样 根本不给我半点反应的机会 后妈说 我们想了很久 还是觉得 只有这个办法能让大家真正承认 你是我们家的一员 也是为了让你知道 我们真的爱你 不是因为你妈妈 也不是可怜你 你就是我们的家人 永远都是 你妈妈在天上知道的话 也会很高兴的吧 我的眼眶早已湿润 直直地扑进后妈的怀里 老头子和谢倦义 欣慰地看着我们紧紧相拥 爷爷 哥哥 谢谢你们 我看着后妈 再一次泪流满面 谢谢你 妈妈 后妈的嘴角 让开了笑 温柔地抚摸我的头发 咋又哭了呢 别哭木木 今天过生日 开心一点 生日快乐 我抽抽鼻子 不是 妈 你指甲盖戳我肉了 痛 后妈 死孩子不早说 许琴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赶了出去 傅新宇比我还激动 高兴地又哭又笑 谢倦义和后妈站在不远处 宠溺地看着我俩吵吵闹闹 从前 我一直觉得我是丑小鸭 直到神仙教母的出现 让我穿上了华丽的衣裳 把我变成了十二点的灰姑娘 可后来神仙教母告诉我 这些本来就是你的 于是我在爱中生长 就变成了真正的公主 故事的结局 小人鱼没有变成泡沫 灰姑娘也没有嫁给王子 其实他们住进了城堡 和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前面 如果你不散 你不散 不散 我们下期见 不散 不散